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一天小朋友说他不想上学 那大人可以怎样呢 相信很多父母都经历过这样的情况 就是你和平日一样准备出门口之制 突然间你的小朋友就告诉你 我不想上学 于是他可能突然间大哭 突然间大叫 怎样都不想上学 又或者是上教会 又或者去兴趣班 无论你怎样解释 怎样安慰 怎样鼓励 他就是不肯去 父母很多时候在这些情况之下 都会很急的了 就立刻想想 怎样可以叫自己的小朋友出门口呢 如果不一定要回家 可能他们就会想 那我怎样可以找人帮到他 照顾到他 让我可以继续做 我应该要做的事呢 在这些那么紧张的关头 其实怎样可以更加好去处理呢 我就发觉 做父母呢 其实是一个好好去学习 怎样要自己冷静的位置 你会发觉呢 你越冷静 其实你的小朋友 是会更加有安全感的 所以当小朋友大哭 我不要出门口的时候 父母在这一刻 最紧要做到的是冷静 你就不妨先问一问自己的小朋友 其实发生了些什么事 你不想上学吧 可能他会告诉你 我不要啊 因为那里没有人肯和你玩啊 可能他又告诉你 那里呢 昨天发生了些事 他觉得很不舒服 很害怕的 而这个的时间呢 你就可以给他小小的时间 去鼓励他 说出心里面 那个想法 那个感觉 我记得 当这个情况 发生在我们家的时候 我除了安慰他的时候 也另外一方面 我鼓励他 我去给他 我跟他说 在这些时间呢 其实你更加需要有勇气 去面对这个困难 我跟他说的底线 就是学是一定要回的 教会是一定要回的 兴趣班是一定要回的 因为你既然commit了 去做一件事 那你的责任就是 你要去面对 那可能当中会有些困难 但是如果你选择逃避 其实问题就永远不会解决了 倒不如我们跟你一起去面对吧 于是我安慰完他之后 我继续跟他上学了 另外也要看回小朋友的年纪 这个呢 可以是你跟他一起去处理 又或者你预备他自己去处理 你给他一个示范是 怎样可以成熟地去处理 和面对眼前的困难 其实人生呢 一定会遇到困难的了 你一定会觉得有一些事情是很难 这些呢 都是一些必经的阶段 而想逃避都是人自然的本性 特别当你是小朋友 你觉得你都不知道怎么做 或者没有什么可以做到 而在这些时间 如果我们呢 发觉他真的在担心一些事情 我们其实可以用这些机会 去帮他培养一份的勇气 叫他以后未来的日子 更加有能力去面对不同的逆境和挑战